告片反应 这是有些有肉的小哈利 这不也是大哈利技能召唤那个小哈利 我这么想一个 当然也不排除这是原本提醒了哈利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背后的怪就倒是不知道有多大 应该会有点BOSS战的创意吧我想 第二章那俩是小游戏 BOSS战依旧是逃亡 就像第二章和第一章一样 感觉也不像是BOSS战 就是单纯的逃亡 然后结尾弄一个小 搬一个小机关给BOSS干掉 到底是马上来了 来揭晓一下 这第三章预告片 到底有什么可以值得发现的信息 特别是这个背影 紫色大爪子 还有这背后的红眼 到底是谁 是同一个怪物呢 还是分开的 要是留悬念的话 最后还是两个怪物是分开的 最后是两个怪物 还有这些手套和谜题 不知道Mobo官方有没有什么新放异 还有那些 有生命危险的小游戏 不光对这些游戏 还有这个封面图的怪物感兴趣 其实我更感兴趣是跟波比的互动 波比应该能出场吧 就像第二章开头的互动那样 哦 烧火 焚烧 你这是PPT多人的第二部分吗 第二赛季 哦 火车毁了 这是第二章的结尾 这不一样啊 地上的这个痕迹 哦呀 头没了 谁咬的 谁掰的 我们的玩偶头也没了 这是谁的画像啊 有人跟他有仇吗 啊 那个官方给的预告图 Time for bed 该上床咯 哎呦 这个电话 多人理的电话 应该跟那个第二不辞来有关系吧 写什么 什么him 我看不清啊 I love to 谁 哦 这是活的 搞瘋狠怪啊 孩童的哭声 第一只预告 哎呦 爪子 哈喽 你要跳杀我吗 你别一直站着不动啊 搞得我很紧张 哦 他在喘气 他在 Chapter 3 Deep Sleep 沉睡吧 2023 有揭露吗 几月发布 Win 冬季吗 哦靠 那个单词我说 好像原本是Winter 冬季发售 哦 没揭露怪物啊 啊 好吧 首播结束 可惜没看到 这一张的豹子的真容 Winter 冬季发布 那应该就是年底了 年底啊 10月 11月 12月 这个样子 幸好没在9月发布 也算是一件好事 嘿嘿嘿 没跟这些游戏 还有我的行程凑到一块 之后这些强烈英文 我得好好翻译一下了 哦对了 影片最后不用记得点个订阅 加喜欢支持一下老空 虽然这新影片 嘿嘿 有点水 那么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